OK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哈 给大家找了一场非常激情来自哥的一个比赛啊 观众方的话是一个地府很狂野啊 这个地府变得一个大废废哈 上来的话直接是白虎 哎呦 打宝宝伤害很高很高哈 这个宝宝是啥宝宝呀 哎呦 这个宝宝有点 有点个性啊 有点个性 而且攻击的一个方式哈 很一旦哈 很一旦 还用这个铁链 用编的就抽你哈 哈哈 太刺激了哈 观众方的一个鬼子啊 一刀九九九 看到吧 用鞭子抽啊 嘿嘿嘿 哎 这啥咋变了又变了呢 这是黑无常吗 新出的这种宝宝又进阶啥的 分不太明白了 已经 观众方带了一个金刚套啊 继续一手破血 打对面的一个宝宝 毕竟这个宝宝的话 伤害还是有点高哈 刀刀九九九 继续一刀 哦 这个变了造型之后 感觉是吧 这个攻击方式还没有这么 还有 没有这么这么 这两方直接红扫啊 竟然这个宝宝说实话 这个攻击方式 没有那么刺激了哈 飞了就飞了哈 观众方继续拉 拉了一只后排的一个锥子 鬼将给人物卡选 对面的一个锥子 速度是要比观众方追的快的啊 一手腐蚀毒 这个腐蚀毒还能回血 你这是吧 每回合都可以迎击 是吧 不为地团而言的话 你这岂不是让大堂出阴在厕所里 观众方也是继续戳 出顺机 感觉观众方的一个宝宝虽然很个性 是吧 但是他的一个宝宝强度并不是很高呀 这两方的一个输出 感觉很爽 直接是把观众方的一个后盘 宝宝给拿下 观众方开始开飞机 哎哟 表示是吧 但是感觉威力并不是太高 打宝宝的话还可以啊 打人物的话还是稍微蓄色那么一点 继续 六道 六道的一个伤害要高一点 而且还是给对面挂上了一个碎甲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 下回合直接去集合对面的一个人就OK了 队长方继续出 出了一只地厅 感觉你出地厅没用啊 首先你是一个一速啊 哎哟 观众方没有就是说继续这样开飞机秒啊 如果秒着的话 秒到地厅的一个身上 地厅就得飞 因为对哪方的一个速度要比观众方快啊 你看 而且对面这只地厅还不是高速地厅啊 要么你现在玩这个地厅 要么你又是一个高速地厅 要么你确保你人物能够版本的拿捏住对面啊 你这个地厅才能发挥一个作用啊 要不的话 这个地厅 是吧 确实没看有啥用 而且我个人感觉这个地厅的话 现在因为各种各种针对的一个套路也是比较多啊 也是变相的地厅有点被变相的削弱 而且地厅的话 在有优势的时候 可以尽可能的扩大优势啊 你现在想用劣势进行 用地厅翻盘 其实现在已经是非常难了的啊 对 两方的一个后排 飞了啊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一时半会儿还真结束不了 对 两方一手破碎 嗯 一把手 哦 黄泉之蝎 这是手装吗 观战方也拉顺法啊 观战方的是一只鬼将 是吧 从 一二三回合出来 一只没有飞 每回合都在 都在挥舞 观战方拉了一只大力啊 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属有点个性啊 他变得这个 碎碎的一个卡片 什么效果 是高强力吗 还是 还是 还是必杀傻的啊 哦呦 这个鬼将是吧 虽然打这种 打这种 抗性宝宝打的不多啊 但是打这种虚拟还是OK 观战方直接拉了一个利劈 但是利劈劈大堂的话 劈劈不动呀 肯定是劈宝啊 有什么宝宝就是说 飞掉吧 自动的话就滑到了那个人物的一个身上 你这是吧 大堂 真的是大堂毒如狗呀 是吧 我作为一个传统的物理门派 是吧 你这还没 不会飞机 是吧 飞机还得飞升技能 还得休息 你这还每回合都飞机 嗯 这两方开局直接来了一个那个啥是吧 应该是直接放弃了啊 屈辱的倒下了呢 呵 好